各位朋友 你们好 今天跟大家又讲一下茶 最近讲了朋友浴茶 今天讲浮生药茶 为什么经常讲茶呢 一来我们中国人喝茶喝了几千年历史 二来茶是有一种哲学在 先跟大家讲个故事 有一位年轻人他经常失忆 他就慕名找到一位老僧人识缘 很不开心就说 好像我这样的人 活在这个世上都是狗扯的 有什么用呢 这位老和尚听了之后 没有回答的年轻人 只是吩咐和尚仔 施主这么远离 你不如烧一壶温水送过来 没见到和尚仔就拿了一壶温水来 这个老和尚就拿了一堆茶盐 放入杯中 然后就将温水加进去泡茶 接着把杯放在年轻人面前 施主请用茶 年轻人就喝了两口 摇下头就说 什么茶来的? 一点茶香也没有的 老和尚就笑一下 这个是明茶铁观音 为什么没有茶香? 接着就叫和尚仔 你去烧湖滚水过来 接着送了滚水来 老和尚就起床 拿了另外一个杯 又放了些茶叶 然后加了些滚水到杯中 不满的 年轻人见到滚水加进去 好奇 看一眼 咦?茶叶在杯上浮沸沸沸沸 上下动动 闻到一细细清香飘溃出来 忍不住就拿杯茶上喝了 老和尚说 不行 你等一等 接着又把湖滚水 又加些进杯中 年轻人又乌前去看看杯 看到茶叶更加移动得紧要 同时香味更加浓郁 慢慢飘出来 这个老和尚不断加了五次水 令茶香的香味飘满全个蜃蜂 接着老和尚就笑着问这个年轻人 施主你知不知道这个同样是铁观音 为什么茶味完全不同呢? 年轻人想了一会儿 一个是用温水冲的 一个是用滚水冲的 老和尚就说 对了,水用的不同 茶叶的浮沉就不同了 用温水冲的茶叶是轻轻浮在水上 没有沉下去 那又怎能散发它的清香呢? 以用滚水一次一次冲进茶杯 那些茶叶浮沉沉沉 就发出它更香的味道 令到满室生香了 老和尚就说浮生药茶 其实我们何尚不是好像这个清茶 我们的生命就等于清茶 我们的命运又何尚不是这些 滚水或者温水呢? 茶叶因为滚水才能够释放它 深藏的清香 而我们的生命也因为遭遇一次次的挫折和坎坷 才激发我们的潜质 发挥我们人生的光辉 所以我们将生命看成学习 将挫折看成成长 将一切的坎坷 当作是推动我们向前的动力 令到我们展翅飞翔 浮生药茶 金虎是一念之间 茶的甜藏在虎之中 虎又蕴长着甜味 人生也是这样 是虎是甜 自己知道 但有时候又不清晰 你只是知道现时的感受 但你未必看得见下一刻的转变 人生好像茶一样 生活就好像水一样 水能够令茶 由苦变甜 生活的磨练 能够令我们越战越勇 在苦难之中成长 我们才能够尝到幸福的甜蜜 不经过苦 哪里有甜呢? 一念苦一念甜 主念就希望了 正如北京一番寒痴骨 哪得梅花 旁鼻香呢? 希望大家好好品尝你自己的杯茶 啊呢? 有没有 我没有 我能够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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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